在如今自媒体盛行的时代 已经嫌有人记得 曾经伴随我们海外华人 走过漫长岁月的中文报纸 在那些信息闭塞的年代 一份中文报纸不仅能伴随我们茶余饭后 给枯燥单一的海外生活平添色彩 也是我们华人发声和抱团取暖的一个重要途径 今天欧洲华商就带大家走进那些 几乎已经消失的意大利中文纸质报纸 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移民潮 意大利华人的数量不断增加 各种人才也不断增加 华人从事的行业逐渐丰富 约在1996年 意大利罗马华人社会 第一份中文纸质刊物 欧华通讯应运而生 当时还采用油印的方式小范围印发 现在很多资料对这份报纸也少有记载 到了1997年 有多名华商共同投资创建了 比较正规的中文报纸 欧华时报 该报总部设在罗马 在米兰 佛罗伦萨 纳布勒斯等城市设有分社 开启了意大利华文媒体 进入华人生活的时代 1999年 由著名爱国侨令 意大利华商总商会的陈成基先生 又发起创建了新华时报 当时两份报纸都主要重点在南部 并向意大利全境辐射 各自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 各自秉持不同的发展策略和评论观点 两大华人媒体并驾齐驱 时至2006年 欧华时报联合意大利其他办报资源 更名为欧华联合时报 仅仅一年多后 又从欧华联合时报 分出了一批人 成立了以普拉托为中心的欧联时报 意大利北部的华媒发展 在2001年起步 由北部著名华商陈世甫 等一批热心人士 在米兰创办了欧洲侨报 2004年 意大利著名侨领周晓燕女士投资 也在米兰成立了另一份中文报纸 欧洲华人报 以后渐渐形成 意大利中文纸媒地域发展格局 南部以欧华联合时报 新华时报为主 中部以欧联时报为主 北部以欧洲侨报 欧洲华人报为主 几家媒体发行量相差不多 各自有着自己的受众 覆盖不同区域生活的华人社群 其中2006年 由互兰波女士创办的 世界中国杂志 是唯一一份中意双语杂志 2014年欧洲时报进入意大利 开设了欧洲时报意大利版 总部设在罗马 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来临 纸媒的寒冬也随之到来 于2009年左右 欧联时报纸媒但初发行 改为以欧联网为主发布信息 新华时报后也更名 新华联合时报 意大利天天通讯曾参与经营 欧华联合时报 最终被温州报业集团收购后 不久也几乎暂停了 在意大利纸质报纸印刷业务 北部的欧洲侨报 更名新欧洲侨报 与欧洲华人报 也分别出现不定期纸质印刷出版 大家纷纷转战新媒体 成立自己的公众号及网站 继续发挥媒体职能 服务于广大华人华侨 时至今日 在意大利几乎很难找到一份 仍在正常发行的中文报纸 智能手机的普及 和更加快速便捷的网络 使得纸媒失去了 最后一次生存空间 曾经是意大利华人华侨 主要资讯来源 和精神适量的中文报纸 在一代华人华侨的记忆 也逐渐淡去 几乎退出历史的舞台 但他们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 在意大利华人社会里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用油墨见证了 一代华人的奋斗和辉煌 据华人智慧 他欧洲商道 欧洲华商 我们下期再见